国际形势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国民经济也在中共的一系列乱政、急政之下 走向了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在这个关口上 很多人不禁在问 中共为什么不选择体面的退出历史武兰 中国其实还是有希望 民主转型就可以 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制度 这一点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共识 很多人不敢说出来 其实大家心里都是有预判 对未来我们相当的清楚 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我们知道一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 辛亥革命成就了一个新中国 当年的民国政府 曾经很短暂的推行了美国制度 后来逐渐开始修正 因为我们知道 孙中山领导的 或者说 以他为首的 现代政党 提出的政治主张 没有完全得到舒展 紧接着 中央政权 由北洋来接受 一直到 我们看到的 1928年 国民政府 才出台了一系列 相对 比较规范的 这些法律条文 政府的架构 在不断的修正 那么中国在三权分立的同时 增加了考试院 和这个 都查 这两块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中国没有能力 完全的实行 西方的三权分立 中国有史以来 一直是文官制政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王与马共天下 说白了 项权与皇权并纵 民间的世人 能够通过读书 能够通过考试 是吧 进入一个文官政府 中国的历史 一直是皇权 与项权之间的博弈 几千年来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有着自己的文化 也有着自己的政治传统 完全西化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 在这片大地上 是没有人 能够普遍认懂 西方的民主政治 因为我们知道 民主政治 它需要有几个前提 简单一点 可能是三个 需要有一批 理智的 自私的公民 现在我们不要谈理智 是吧 这个目前达不到 自私 多方向的来谈 是可以有的 但其实 与捍卫 私有产权 没有什么关系 不是这个问题 中国目前 有的自私 不是这一块 那么公民呢 现在我们看不到 有几个秩序 自己是公民 那吹吹的估计 除了他们自己 别人都不信 他们首先要麻醉了自己 他们才能相信 他们是公民 其实他们做的很多事 拿不上桌面 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自诩公民的人 他们也在配合着政府 最典型的就是普交安 是吧 不要谈这个群体 没有意义 我们现在需要 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 可以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短时间内 不会有答案 中共占的便宜就是这个 它最主要可以仰仗的 就是中国本土 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 没有一个可以被全民认知的 标志性人物 那么作为国际社会来说呢 没有一个国家 敢组成一个联盟 来应对中共崩溃以后的中国 不是说中国的经济 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 这个是可控的 产业转移 转移到你这之前 不是没有人干 对不对 泥了谁 地球都照转 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有这么大的人口 很多人说中国是第一 是吧 或者说中国是第二 是吧 印度是第一 随便你怎么说 十几亿人口 就算最保守最保守 俄罗斯的预判 中国不超过八亿人 行就算八亿人 两个美国也没有八亿人 谁能扛得住这么大的难民潮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在控制 各省之间人才的流动 甚至边境上 狼奔诸突的这些难民 会把所有与我们接壤的国家 都淹没的 可能有一些国家比较强硬 他会开枪 但是大多数国家 他不敢开枪 人们会选择 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所以呢 不要希望任何一个外国来救 中国的问题还是归根到底 需要本国人民来解决 中共呢 现在无论他出台 什么样的急证乱证暴政 他这次的结果 也就是丧失政权 既然习近平上台以后 都已经提出了 共产党要千年执政 要考虑到执政地位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全国范围内 在进行无条件的维稳 根本无关正义 他们根本就不担心 因为他们最担心的 不过就是失去政权 还有什么比失去政权 更可怕的呢 我们见到很多政府官员 尤其是地方 卸政带政的现象很常见 这个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现今的中国只是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在被削弱 不是被地方 是被国际社会 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的 这场301 它最终的目的是 削弱中共的创毁能力 你削弱了中国的创毁能力 就削弱了中共 对国家的控制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国家 发展是不均衡的 就现在你说 很多大城市 像欧洲 甚至比美国的道路条件好多了 根本就没有一丝颠簸的感觉 高速路 高铁 神话一般的世界 或者说童话般的世界 许多人生活在大城市 或者城市圈中 他们觉得很不错 挺美 我去过意大利 我去过土耳其 我甚至去过美国 我去过加拿大 去过英国 去过哪都不如中国 很多人在这样说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30年 许多人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 他就没有见证过苦难 经常有人在批评我 你了解中国吗 是 我可以说 我比你们大多数人都了解中国 因为我这个人好玩 好跑 我去过20多个省份 我下过农村 下过煤矿 还下过这个银石矿 是吧 为了买一块我喜欢的银石 我还下过银石矿 我去过草原 不仅养过奶流 我还爬过山 因为我要找一块 我喜欢的巴林鸡雪石 我去过粮仓 我见过在一望无际的 玉米田里 竟然有一个木矿 所以呢 谈到污染 我比你们印象都深刻 草原上没有木矿 木矿是从外界运来的 重金属成绩 抓取木矿的过程中 会产生污染 就在粮食基地 那么因为我从事过养殖业 所以我知道很多地区需要打六十米以下的 生机井 叫人序共用的 安全的生机井 散养的奶流 喝的钱表水 里面含碱 它是不安全的 我知道很多 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 我也接触过化工企业 我知道许多企业的操作 我亲身经历过 许多学生们没有经历过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说恶意的批评什么样的人 我只是批评某一个现象 我希望通过我说的这一切 能够让大家 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吧 让你们想一想 酒足饭饱的时候想一想 中国有没有可能 会出现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快两年了 是吧 一年多了 无论是在推特上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在视频中 我一直在说 中国现在呢 很多人在希望 希望这个台湾能够站出来 是吧 香港能够站出来 能够把台湾和香港的秩序 输入到内地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其实没有 台湾一直想走 他只是走不掉 他现在宣扬他所谓的民主 其实是一个初步的民主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多数人的暴政 几乎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闹局 很少有政治素养的政客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几乎没有 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承担起变革中国的责任 他们只是想走 不要拉住他们 你拉不住 能让他们产生转变的是国际局势 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 成立国际组织 或者改善联合国目前的这个框架 要求或者邀请中华民国重新返回联合国 即便发出了这一类的邀请 我们也会看到岛内会分成两股声音 一股叫重返联合国 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 一股是借机入联 加入联合国 以台湾共和国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所以未来呢 台湾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不要对他有更多的奢望 中华民国始终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顾客 现实生活中 让他们扛起复兴祖国的这个大业 是不现实的 第二个是所谓的香港 就是殖民地模式 或者说法治 制度化的模式 最先进 源于英国的政治模式 不要谈英国 没有必要 他已经是一个边缘的小岛了 很多人说他掌握了很多资讯 专利 人才 或者说大英帝国 甚至英联邦 他有自己的存在 是 你们可以在固执堆里找到他的存在感 但是今后他跟俄罗斯一样 在国际版图上会逐渐消失 他们的声音 不再为人所提起 这个世界很现实 过去就过去了 不要再提起它 没有必要 中国的未来可能还是要靠中国内部来解决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中央威权一旦在中美形成完全对峙以后 会丧失 那么各个地方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央与地方政策之间的差异化必然形成 各地为了抢夺话语权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源 或者说外国政府的扶持 他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差异化的政策 我们将看到的是 中央威权不在 地方开始离心 事实走向独立 这个现实 最多两年就会开始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